基本上如果你有加图的话,这个上面的字就可以拿掉 不然的话有个字在上面感觉怪怪的 那要怎么样把那个字改成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点这个图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直接在这个属性 这边有个属性往下卷动 到这个View里面有个Background Background的地方的话呢 点击这个Background,这背景图的地方 然后再来点旁边的小按钮 会看到一个Jobo,其实Jobo就是放图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名称Jobo 然后里面的话选第一张 9底线1就是1,按确定 那因为是60乘60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这个60乘60的图就上来了 然后按右键,把背后的1把它清掉 清掉的话就按Clear 这样的话就会只剩下图字不见了 那这样的话看起来相对的,如果说你有会美工的话 自己做一个漂亮一点的图,看起来一定会比原来的 按钮来的更加美观 那这里的话一样的方法,把这地方一样 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边一样选这个Background 点一下 然后对应到的话Jobo就是2的地方 旁边我会修出预览图,按确定 一样的方法,按右键 然后把原来的图Clear掉 把原来的字Clear掉 那一只类推,1到9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图字换过来了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个地方,各位可以发现 这地方同学问说,老师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惊叹号 那惊叹号呢,基本上 不会影响程式执行 只是说他会警告你 那他为什么会警告呢 基本上呢 我们刚刚直接按右键 Edit Test 这个地方是直接把清除两个字打上去 但是他不建议这样做 为什么,因为这样做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做多国语系 所谓多国语系就是说将来如果在 我们繁体中文就会用繁体中文显示 如果在英文环境下 就会用英文环境显示 那不过这个地方 我想之后会再讲 怎么样做一个多国语系 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只有中文语系的话 在繁体中文只有大概台湾跟香港 那其他大概用不到 那如果你是多国语系的话 你的市场就更大 因为在台湾大概 行动用户大概500万到1000万之间 那香港的话大概也比较小一点 然后大概也几百万 加起来也是不到1000万 那如果你是多国语系的话 就是20亿的人口了 有智慧营手机的人 那这样的话市场当然大太多 所以基本上这样也可以做一个 繁体的简体的日文的韩文的英文的 然后大概这些应该就已经很够了 因为大部分如果说它不在这个语系当中 它也许可以用英文来显示 至少一般如果国外它没有它的语系 至少英文它还是基本上还看得懂的话 那就会更好 所以这里的话如果说我要用多国语系 把这个经代号去掉的话 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在IES里面 各位可以在 刚刚说 这是放图吗 在里面会有一个叫Values Values就是放一些资料 放一些比如说文字资料的话呢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叫Sints 那也就是说以后这个Values呢 如果你是不一样语系的版本 它会有不一样语系版本的这个资料夹 比如说中文的话 就是ZHTW 然后如果英文的话 就是比如说EN 就是英文版的资料夹 那每个资料夹 你就可以给它一个语系 那比如说呢 我们暂时先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经代号的部分呢 清除确定结束 基本上它会建议就是说 你只要有上面的文字的话 请你在这边新增一个 什么呢 新增一个String 字串 按确定 那这个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们是清除的话 我这边加一个 Clear 给它一个名称 那对应的名称就是清除 把这个清除 那旁边没有确定的 请记得点这边一下 Clear 然后Add 再Add一个String 比如说叫 OK好了 名称我想自己可以取一个 确定 那再点这边一下 就这两个 然后最后一个结束 结束的话也是一个Finish 名称叫结束 那也就是说 将来它会希望说 你上面有打的字 不要直接打在上面 那打在哪里呢 先把它输入在这边 变一个清单 那到时候 你可以再去翻译成别的语系 然后最后要把它 怎么样加上去呢 把这个储存一下 再把它关闭 那回到刚刚的设计画面之后 这个要把它 把它按右键 AdTest的时候呢 就直接怎么样 在上面找 这边是个Clear 有没有 在这边它自动会秀出来 按确定 一样会是清除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驚探号不见了 有没有 驚探号不见了 这边也是这样AdTest 这个叫确定 确定是OK吗 按确定 驚探号不见了 按右键 AdTest 然后这边Finish 按确定 驚探号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字是自己打上去的 它就会有驚探号 那如果说你要把驚探号取消的话 请你把你的相关的资源档 放在什么呢 放在RES底下的 Values这个资料夹 里面的Swing 这样就解决了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要对应到 多国语系 多国语系 那这个多国语系 我想后面我们有时间再来讲 那请各位呢 分别把图放上去 然后把这个清除 确定结束这几个字呢 放在Swing志愿档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